虽然很多人的面部肌肤都有些许瑕疵 但生活中还是有部分人是拥有超高面部肌肤质量的 这类人群被称之为不如宁之都不为过 但拥有超高的肌肤质量仅仅只是基础比较好 如果想让个人优势得以展现 还得对服饰搭配有足够的了解才行 本期绵绵就以杨泽的造型为例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通过穿大塑造高级感的技巧 看了杨泽的无修身图 我的揉墨焦虑又加重了 搭配解析在杨泽的身图造型中 他并没有使用设计独特的服装精心搭配 而是选择了比较接地气的服饰 这些服饰的设计不算复杂 但却能将优雅大气的感觉呈现出来 他不仅拥有高颜值和好身材 而且还知道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版型 所以服装上身后就像是量身定制的一样 他可以利用服装设计突出身材优势 还能将视觉焦点引致上半身 上颜值优势一并展现出来 通过穿大塑造高级感的技巧一 学会改变发型细节打造穿搭 不能光顾找看服装设计 因为发型也是决定整体穿搭美感的一大关键 大多数人都知道基础款发型是百搭卖看的 所以打造穿搭的时候 很多人通常只考虑基础款发型 但基础款发型并不是固定的 它的可塑性很强 需要大家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去改变搭配细节 看杨子的半扎发造型就知道 这种发型就是在普通扎发和锤方式发型中 做出取舍后的产物 不仅可以改变发型线条 而且还可以兼顾二者的优势 有了细节的改变之后 发型看上去就会显得更新硬 吸镜效果也会得到提升 从而引出颜值优势 普通人在搭配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改变发型细节的方式提升整体美感 除了改变发型的款式之外 还可以从发色、卷度、长端等细节入手 如果大家不想染发烫发 也不想剪短 可以尝试一下改变刘海细节 这样可以在尽量减少改动的情况下提升整体装造的美感 二、合理点缀配饰 无论打造什么样的穿搭 都需要学会使用配饰进行点缀 但每一件服装的设计不同 所以大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使用配饰 不能胡乱搭配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杨子的搭配思路 使用设计简单的纯色服饰打造穿搭 搭配的时候加入耳环、墨镜等精致小巧的配饰点缀 在杨子的无修身途中 每一个配饰细节都处理得很好 而且还可以将优雅大气的感觉呈现出来 普通人也可以打造出相似的穿搭 干搭配的时候要注意配饰与服装之间的契合度 而且大家需要牢记的这一点是 我们需要尽量让配饰设计与穿搭风格相匹配 尽可能避免穿搭出现违和感 高级穿搭需要加入配饰点缀 但不需要大量配饰堆砌 打造不同穿搭的时候搭配诉求是不一样的 只要根据穿搭诉求去使用配饰 就没那么容易出现化学添足的情况了 但是大家需要在搭配的时候多注意细节 但搭配过程中还是要控制好配饰数量才行 不能为了提升穿搭精致度大量堆砌配饰 杨泽的私服穿搭很接地气 这些服饰不仅可以帮他突出个人优势 而且适用场合很广 如果大家也喜欢杨泽这种精致且高级感十足的穿搭 那么可以学习一下他的搭配思路 通常来说在选对服装款式的情况下 学会改变发型细节 并且知道如何使用配饰点缀 就能很轻松地传出高级感啦 下期再见